女人大小事 女人大小事 哈喽 歡迎大家收看女人大小事 教你大事變小事 小事變美事 想要了解更多關於女人的資訊 歡迎鎖定女人大小事 你會更了解義傑喔 我是主持人黛黛 今天的節目邀請到 身邊這位美女中醫師 胡新平胡醫師 大家好 醫師她是擁有中西醫雙執照 長期致力在腹兒內科 全方位的條例 那今天呢 大家就準備很多很多的疑問 想要來邀請胡醫師 跟我們所有的姐妹們解答了 像是我們在錄節目的同時 外面還是疫情籠罩 對不對 那這個 你看都已經兩三個月了 不知道醫生有沒有一些小撇步 比如說像食股啊 怎麼樣在這個期間 可以增加我的免疫力和抗力 增加免疫力 跟預防感冒真的是 最近非常非常夯的一個話題 而且夏天會有腸肺炎對不對 對啊 就是已經開始了 對小朋友 一般來說我們要增強免疫力啊 第一個就是你的整個腸道夠健康 然後呢 你要攝取足夠多的一些維生素 去增加身體的免疫力 然後預防感冒 那在食物方面的話 我會建議可以多吃蔬果類 尤其是像柑橘啊 花椰菜啊 跟一些葉菜類的部分 它的維他命C的含量都是夠多的 可以讓我們來講 如果有感冒會更快 如果沒感冒 就比較多會感冒 哦 預防啊 對啊沒錯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 在腸味道的部分 你要注意它健康 所以像是一些 市售的益生菌啊 或者是優格啊 或者是無糖優酪乳 我都會非常建議就是 當作是食料 然後補充 因為這樣腸道夠健康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的免疫力啊 或者是體力都會更好 所以其實跟腸道是很相關的 對 其實在歐美他們都有做一些研究發現 你腸道的菌蟲 如果是比較好的菌 是多的 真的比較不容易生病 嗯 對 那還有呢 什麼一些食譜啊 比如說我可以吃什麼東西 嗯 嗯 你剛剛一家裡的花葉菜 葉菜 還有什麼嗎 嗯 中醫來說的話 我們其實會用一些補氣啦 對 或者是加一些 真的有一些 預防感冒 或者是抗風 抗風熱的一些藥材 嗯 有時候泡茶啊 或者是你可以煮一些雞湯 排泡湯之類的去 搭配就使用 嗯 那最常聽到一些補氣的料 補氣的料 補氣人生 沒錯 補氣人生 每個廣告都這樣 好 醫生怎麼了 沒有 太發膩 太有趣 好 人生 人生的話 它其實我們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都很常聽到一種補氣藥 那它確實可以增強補體力 然後讓你比較多補氣藥 進而可以癒滿感冒 那人生有分很多種類 像 提到一些高麗生啊 或者是白生啊 東洋生 西洋生 或者叫做粉黃生 它都是屬於五家科類的補氣藥 那它味道各有不同 那當然就是適用於各種不同的體質的上面 像是如果說你特別怕冷 然後很容易覺得很疲勞 然後常常想睡覺 那這種高麗生就比較適合你 那如果說 你是一般的體質 並沒有特別怕冷或怕冷的話 你會覺得比較容易疲勞 那你就可以選用東洋生 五人大消失 金毛醬酒 下班時 跟朋友歡聚在一起 喝上幾杯金毛醬酒 現在已經成為時尚的享受 及增進友誼方式 貴州茅台鎮優良酒廠出品的金毛醬酒 酒質香醇 濃厚 順口 好喝 不上頭 有高品質的質量 平民的價格 是人人喝得起的酒品 這就是貴州金毛醬酒 能成為時尚社交必備酒水的原因 您品嘗過了嗎?